最近有一張狗仔的正面相在國外網站瘋傳 由圖片可見,狗仔被主人一手托著拍照 白色長毛遮蓋了大部份臉部 緊露出五官和色許粉色皮膚 沒想到有人覺得狗仔像維珍集團的董事長 翼曼富翁李察布蘭森 相片引起網民轟動 有網民想知道狗主日日對著布蘭森的臉是甚麼感覺 也有人覺得狗仔生得似人 還與知名人士的念有極高相似的程度 令人非常不安 還說,如果日日見到他舔我臉 我遲早會被嚇死 翻查紀錄,其實該照片是在八年前被上傳到網上 有網民當時就已經指出狗仔好像布蘭森 可能隨著布蘭森去年完成了歷史性太空旅程 令人不禁關注這位企業家 未來還會有甚麼驚人舉動 所以該照片近期才在網上引起關注